我吃完第一口之後就想喝水 我已經是以最公平公正公開 最客觀的角度來看待這個便當 因為我跟館長之間其實也算是結束了嘛 所以也不存在什麼 我故意來拍一片來湊他的便當 餐盒 先試一下這個烤肉 再來是一塊相對肥一點的 那塊就是全脂肪 賣多少來的 150 什麼X啊 不能這樣啦 當然以我這張嘴就算館長站在旁邊 我也是要照噴的 但是目前來說這個香腸的部分問題不大 至於這個價格實在是很忍不住要吐槽 歡迎收看美食公道博從出江湖 各位觀眾朋友們 今天這一集可厲害了 也就是這個全台灣最厲害的製撐 最厲害的台灣燒肉 我們花了大概10分鐘的時間 買到了便當 為了最公平公正公開的態度 來檢視這些便當 所以我們決定人就在現場吃這些便當 因為他們這邊身後啊 他們取餐這個位置本來就沒有店面 所以我們硬是把這個可以用餐的位置 擺在他們這對面 那麼這樣子呢 大家就不會說我們哎呀 你們拿到餐點的時間太久了啦 擺久了當然是不好吃啊 這個沒話說了吧 來我們馬上從菜單的第一道雞腿便當 那馬上開始 好了 那麼第一個登場的是雞腿便當 雞腿餐盒 那麼他們在外送平台呢 的價格啊 其原價是訂這個260塊 那我們呢是現場買的 所以它是特價200塊 可以看一下這個內容物 其實他們的配菜呢 跟他們剛推出的時候 也稍微做了一些改變 首先是高麗菜 然後再來甜不辣 然後這個也是筍絲 再來有一些蘿蔔 然後中間呢就是淋了滷肉的配飯 再來呢就是一整顆的滷蛋 那當然了少不了這個大雞腿 首先呢我們先來試一下配菜的部分 從高麗菜先 因為高麗菜分兩種啊 一種是可能煮的比較久的 會比較入味 那另外一種呢可能就是煮的比較深一點 然後讓它口感脆一點 那他們的高麗菜呢 就屬於比較深的那一塊 所以呢吃起來是脆脆的 但是沒有什麼味道 也不會太油 再來就是甜不辣 味道也不重 甜不辣呢就算是屬於那種非常正常的配菜 沒有什麼可挑剔的 但是也沒有什麼值得稱讚的 先說我平常自己也會吃筍絲 那至於這個筍絲呢 口感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就是筍的味道呢會稍微重一點 如果平常會害怕筍的味道的話 這個筍絲呢應該是你會有一點點小抗拒的 滷的比較久或煮的比較久的筍絲呢 說那個筍味會跑掉吃的是口感 那但是這個筍絲呢 筍的味道稍微突出了那麼一點點 再來試一下這個圓科的滷蛋 那我們要看呢就是滷的入不入味 滷蛋的部分呢味道是有進去的 只是說這個滷蛋稍微乾了一點點 但是呢味道是可以的 那再來就是它的滷肉飯 滷肉飯的表現也還可以 雖然你看起來啊上面的顆粒狀 看起來好像肥肥的 但其實它的滷肉的部分呢 是會入口會融化的那種 而不是會有顆粒感的 至少是我喜歡的那種口感 味道呢也不算太重 整體表現來說呢是非常不錯的 那我們當然啦少不了這個主菜 我就不客氣了直接用手了 味道呢我覺得有點太淺了 它上面其實撒了一些 我不知道是胡椒鹽還是胡椒 但是我吃起來比較像胡椒鹽啦 因為它是炸的嘛 加上這麼重的口感 其實我吃完第一口之後就想喝水 我先說啊 我已經是以最公平公正公開 最客觀的角度來看待這個便當啦 因為我跟館長之間其實也算是結束了嘛 所以也不存在什麼 我故意來拍一片來湊他的便當 餐盒 餐盒 但是不得不說他們裡面本身雞腿的肉質 這個濕度保持的不錯 就是肉不會踩 那再來就是皮的脆度 其實都是做的相當不錯的 好了那麼接下來就是這個香腸餐盒啊 外送平台上面呢是200塊 那麼LINE的優惠 其實來到現場拿呢是150塊 那麼這個香腸的份量 大家也可以看看 那基本上呢配菜都是一樣的 我剛剛稍微看一下他們其他的餐盒 其實配菜現在都是一模一樣的 大家喜不喜歡你們自己來考量 那我們現在試一下這個香腸 本來說好我們不談錢的會傷感情 因為這個便當 我們看一下鏡頭的左手邊 館長的助理呢也馬上來到了關切 所以保證我們現場呢一切合法 合規 當然啦以我這張嘴呢 就算館長站在旁邊 我也是要照噴的 但是目前來說這個香腸的部分呢 問題不大 至於這個價格呢實在是很忍不住要吐槽 就是一般來說這種香腸便當會賣到這個價格嘛 我比較少是便當 所以我不理解網路上的觀眾朋友們也可以來感受一下 所以他自己身邊可能家裡巷口啊什麼的這個香腸便當 份量有沒有這個陳志漢先生做的這個便當來的這麼大 那以味道上來說呢我認為 雖然不算是非常有記憶點的一個便當啊 大概餐盒 餐盒 但是目前吃起來呢就是非常的正常 中規中矩 他的香腸的口感算是比較嫩的 那外皮呢也不算是會讓他烤的有口感的那一種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他就是一個 你曾經吃過的香腸 然後就是 講出來 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 我總結來說呢 這個就是真的是看個人口味啦 自己想要吃什麼配菜自己選這樣子 所以我認為香腸呢比起雞腿 我認為我更傾向於雞腿 因為香腸畢竟就這樣算一大條吧 切下一大條 價格150的話我可能會傾向雞腿了 好 好了那麼接下來這一款呢是原價200 這個優惠價150 也就是外送平台200 如果你是自取的話就是150 相對來說比較便宜一點 可以看一下主菜的部分 這個肥瘦相間的比例 大家喜不喜歡 看看這一塊就好 當然啦每一塊都不一樣 只是說其中有一些呢 那這個肥肉的比例應該是超過七成 我相信這應該也是出飯的一個策略 這什麼策略呢 就是讓這些客戶啊 吃的肥肥胖胖的 又可以回來沉積吃汗 再一次訓練 再吃便當 再訓練 所以這是一個無限循環 因為我認為啊烤肉呢 too much 太肥了 所以呢我先挑一塊五五開的 肥瘦相間是比例是 算剛剛好的 這一塊還可以半肥瘦的 給大家看一下 先試一下這個烤肉 再來是一塊相對肥一點的 那塊就是全脂肪啊 賣多少來的 150 怎麼X啊 不能這樣啦 最快存肥肉 然後吃進嘴巴的時候 我本來以為 這個是不是你們的特色 就是連肥肉都能烤得很好吃 然後很順口 但是入嘴如果這個脂肪不是烤得比較乾 然後可以吃一些外皮去配搭脂肪的口感的話 都只會出現一個小小的噁心感 我不是說它味道不好啊 我先講好的 就是以味道上來說呢 它這個烤肉呢 烤出來的鹹味是有的 但是當你切這一塊給消費者在吃的時候 就會有一點遜色 消費者可能回頭率會不高 所以我認為呢 這個烤肉的部分呢 可以稍微修正一下 對不對 用瘦肉可能會相對來說比較好一點 我認為至少要像這一塊 這塊至少也是六四開啦 差不多吧 至少要讓消費者吃到肉啦 所以烤肉餐盒呢 我個人是給負分 負十分的 然後我們當然啦 吃完肥的之後 我們也可以試一下瘦的 我先吃一塊瘦的試試看 瘦的部分其實沒什麼問題的 那我現在試試看 瘦的配搭上一塊全脂肪 比較快買 然後這塊 就是配了兩三塊瘦的之後呢 還是很難平衡 脂肪的油膩感啊 個人認為這個烤肉便當呢 是非常失敗 我們馬上下一道 好了那麼接下來 就是萬眾矚目的燒肉餐盒 先試原味 首先呢就是表皮的部分 我相信大家聽到聲音呢 一定知道這個表皮 一定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的 光是看這一塊 就知道了 其實他們是把這個三層肉呢 烤得相對比較乾 比較脆 雖然他們烤肉啊 是用同一個部位 就是經過長時間呢 這個烹飪之後呢 這個表皮可以看得出來 在嘴巴裡面的口感呢 已經有一點點像是吃餅乾的感覺了 就是單舊這一塊 如果拔下來直接吃的話 你會以為自己在吃什麼零食的這種感覺 完全是酥可能佔70% 脆呢可能佔30% 所以你入口的時候呢 不會難咬 不會覺得硬 不會烤到是那種脆到硬起來 它是完全是酥到定型 那當然呢 我們也少不了 吃一些相對來說比較瘦一點點的 再來沾個醬 我的個人建議呢 就是必須要沾醬 那本身這個燒的部分啊 單吃的話其實是有一點點小鹹的 但是沾完這個醬之後 那個酸的味道 把那個鹹的味道有蓋過去一點點 過得不錯 雖然呢以前經常在批判這個便當 以這個味道上來說啊 這個是目前今天的冠軍 這麼的一個便當 其實這個內容物啊 應該說平常已經一個可能午餐 會讓你很滿足的一個東西了 你看上面有滷肉配白飯 然後有兩個蔬菜 有一個甜不辣 還有一個滷蛋 有一個香腸 有鹹 有蛋白質 有這個鹹膩 但是同時呢 白飯其實已經夠配了 那所以加上了主菜之後呢 你會發現便當呢 多樣性有點太多了 所以其實基本上這個配菜呢 很難配這個滷肉 加上白飯的狀況下 把它吃完 而且我認為呢 因為在這麼多的配菜的狀況下 其實上面蓋的那層滷肉呢 是可以拿掉的 因為白飯其實就拿來解膩 解膩的同時去配搭一些飽足感嘛 那這個東西又配上滷肉的話 其實有一點讓整體的味道 有點過於複雜 經過館長的大力宣傳之後 大家都廣為人知對不對 畢竟它是來自最好的設備 最好的廚師 最好的燒肉 最好的三層肉 OK 所以其實有這麼高的水準 也是應該的 好不好